這是很特別的 基本上在物電雕塑以外 雕塑一定是一個物質手段和物理手段 所謂的物質手段是它是可以處理的 它有盤順 它有容積 有保冷 有脈 它實際上是有一個材質性的 所以雕塑絕對是一個材質性的藝術 那物理性的手段是 所有理查論它都是物理性的 顯像硬度 或是溫度 空間 量體 或是圍族 或是圍族 它是可以用物理學去標準的 多重 容積多大 直徑多小 等等 然後南海絲頭裡面 硬度多少 幾乎是一個物理性 所以它幾乎是一個物理性 這是它的標課的第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物理 第二個是 在雕塑裡面 那麼 絕對是物理性 所以 不管它選擇才是跟瘦不一樣 瘦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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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頭 完全 它不是存在身體性的因素 它是身體行為一些實作 它有工具 所以雕塑裡面工具的意思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它一切的問題就是工具 沒有人雕塑就是手 而不是守備的技術 所以它一定有工具守備 所以石頭、木頭 或是金屠 一定要經由工具的操作來完成 所以工具在裡面 非常重要 用什麼樣的工具 會決定它的文技 也跟它的語樂性 也會像它的外形 就是第二個工具 第三個 結構性 因為很多雕塑是兩種來組合的 譬如說 碳經 或者是 所以那個結構是 可不可以說沒有 譬如說 最上一支如果是 雕塑的話 它這個結論就好 什麼 什麼 比如說 年階不但舍階 什麼叫舍階 就是用同樣一個採詞 而是用形 形的差異做一件 我就出來表下去 黏結就是用面狀的結合器 第二種材質 那如果是打釘子 就是另外一個造型體 把它貫穿 貫穿它 就進入它的基地 那在表面上的話 就是紋綁 所以在雕刻裡面 紋綁 可以把某釘 筍結 黏 或是直接搭在上面 這個結構性的這種 閱讀 就是其他一出少有的 所以雕刻 也一定會閱讀到這個 那我只拿說 例如說 樹 對 第四個我們講 那就是材質的選擇 那由於它選擇材質來講話 就產生根材質 就很少人 藝術社會這樣 這樣 油畫 除了有做事 壁畫 早期的一些 或是板畫 對實際上是比較會激性的 解釋學就是雕刻的 那麼雕刻來講 在古代來講的話 雕刻在後現代的論述來講 那麼 我剛剛上課講的 以前有兩個主要的觀念 一個是素材觀念 一個就是紀念性觀念 什麼叫素材觀念 就是說 藝術家認為 所有用的材質裡面 事實上材質的 真的沒有固定的語言 因為石膏事實上是 不表述狀態 素就是普數 就是沒有任何的表述器 你用銅也是一樣 現在我們用銅 會講到公約性 或者什麼 或者是 如果是 用了漂流木 就會有很多的影色 可是在古典表述裡面 這些材質 事實上是不去表述 譬如說 不管你用大理石 華岡岩用什麼石頭奏 他事實上是沒有材質 語言在上面 一切都是造型裡面 這保留所有 最大的權勢給藝術家 所以藝術家做 華岡岩 做 所以藝術家做 這些事實上 只是在最後 視覺規讀上面 代表所有 他本身 在造型內文 架上出之前 是沒有成功 可是在古典代之下 古典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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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一附影《雕刻》 像白肌腐無群 或現在就把那製成迷性了 在你還沒有雕刻之前,用白大理詞 就給你一個陰性的隱喻 隱喻的祕含在裡面 帶著隱喻的影韓去創佛 中性就是薩耶 以印度來講 印度裡面很多的萬因 或者是神 有個神,就是薩耶穌 他世上只有女像 有豐滿的宗墓 但他也是男生的像 像冠英來講,以前是男神 所以在印度很多的施、佛、神等等 他世上的性別借鑒 不是很明顯 這個薩耶穌在女神上也不在男神上 所以他就自己真是重要 可是在古典儀術裡面 所有的產生裡面都是無數的 無數的,無趣也已的 這是第一傳 第二把紀念性很重要 就是藝術家認為 所有的產生都要進 可能流到永久 所以泥塑犯人同 因為永久 所以這個紀念性就是為了永久 紀念性就衍生非常非常多的厲害 就是到現在 雕科怎樣都不去注射 第一個,太低好的重量 因為重量的話,你不常就會移動 明天看到這裡 明天看到初見,紀念性就消失了 所以蘇格斯在這邊的時候 常常看到大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重量 不容易被移動 第二個叫輕地性 這樣不讓人離開這種力 所以他一定要有重量 就是他離開地 所以做的公共衛術來講 就很厚重 就是用台座來加厚重 讓他怎麼樣 離開地面 變紀念 很想掉在中間 在古典雕書上 你絕對沒有看到玄吊 但是在200年雕書上 你看不到玄吊 是附在建築上面 他為了紀念性 他還附在建築上面 其實雕科所外 建築不會不滿 所以從埃及開始雕書 附在建築上面 因為建築可以長存幾百年 幾千年 所以這紀念性 長久性只要求你 所以一定的量感 防止風化堅硬的材質 堅硬的材質 最後導致堅硬性 那當代一說 這個部分就做法界 那因此選擇材質來講 在古典雕書選擇最低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我們構建來講 每一個材質 有它的相當目的 所以他只會講 是一個我們剛才簡化的 男性的軸體 這個部分的軸體 可以從銅像 從歐斯特爾 或是Juice 希臘生下的軸體 會軸體的軸體 甚至有力 但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簡單的型 他不像阿伯來講 可以闖入到聖體的主動 那他剛才講台詞的軸體 我讓你這件作品叫什麼 這件作品叫什麼 軸體 他不一定寫說 神三性 它是軸體 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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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 在現在雕塑 早期抽象雕塑 他很多脈絡 他會從具象慢慢 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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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的具象 沒有直接就進行 一個結構性的方面 這個部分都在抽象雕塑 可以形成各種不同的脈絡 好 那我們直接 我也有